来靖慈寺呢 就一定要去一下寄宫殿 因为来这里拜寄宫是最灵验的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寄宫殿 寄宫也是小时候的回忆啊 电视剧暑假的时候 就是看寄宫和尚 各种那种叫什么 帮助贫困的百姓 纾困解恶的那种 而且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和尚 酒也喝肉也吃 然后形象还是挺邋遢的 这才叫做真性情 对 真性情 我们马上就要到寄宫殿了 寄宫殿 我们就看到这里传说的 蕴木古井 就在这个正中间 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木啊 对 因为据说它最后 是剩了一根木头在里面的 现在看不出来了 然后这个蕴木古井呢 据说当时就是禁食寺被烧了嘛 然后就是寄宫去化园 在四川那边它化了很多木头回来 然后再运从前堂 它是从长江然后再到大海 再到前堂江这样运进来的 然后要运进杭州城的时候呢 被那个抽关税的关卡就卡住了 就是说要收它的税 但是因为寄宫肯定没有钱嘛 所以那个寄宫就说 那如果我这个木头从水底过 你还抽不抽我的水 那一般来说木头是不会沉的嘛 都是扶着的 然后那个官兵就说 那如果你从水底 如果你能过去 那我们就不收你去 然后他就 他和木头就一起沉到前堂江底了 然后他后来跑回到寺里面 跟方丈说 说师傅我把木头运回来了 但只有他一个人 没有木头 然后他就后来还指着这口井说 出 然后木头就一根一根一根接一根的 从井里喷出来了 然后后面在边上计算的那个木匠 他说了一声停 然后这个木头就停止喷出来了 所以还有最后一根木头 渗在这个井里面 刚刚我们已经逛了一下寄宫别院 整个别院还是很大的 然后这个韵幕古井 具有传奇色彩的韵幕古井 就在院子的正中间 大家来寄宫别院 拜寄宫的时候 也一定记得看一下这个韵幕古井里面 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木头还留在里面 我们今天是因为太暗了 是没有看清楚啊 好 那这期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展发,关注,韭菜玩机哦 拜拜 拜拜